将近20名朝野议员就应对冠病白皮书动议 发言和辩论 议员们异口同声 感谢前线人员的付出 也对各种疫情措施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希望如果未来发生其他的疫情 政府能更妥善的应对 率先发言的反对党领袖毕丹心指出 政府在国会公开的白皮书是总理公署整理后的第二首文件 内容集合前公务员首长和学员的检讨报告 以及政府机构和私人界等各方的观点 他呼吁政府公开这些原始报告的内容 让国人看到这些第一手信息 从中作出评断 议员们也建议政府检讨 医院清洁和服务人员的合约外包模式 以及疫情期间为企业提供的拨款援助 应该付有所回条款 让有盈利的企业归还款项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companies who can afford To continue paying millions of dollars In executive pay Should be receiving wage support From taxpayers 30 billion dollars is a big amount And equivalent to a GST collection Of 17% The demand For hospital cleaners and attendants Is not seasonal It doesn't fluctuate that much Throughout the year In a Covid world 也有议员提出 政府和国人应该从这次冠病防疫经历中 汲取一些宝贵经验 包括将口罩列为关键物资 确保我国具备一定的口罩生产能力 以及在检讨我国的战略储备之际 考虑向国人公开相关信息 这有助动荡时期稳定民进 这有助动荡时期稳定民进 国会明天继续辩论 应对冠病白皮书动议 这有助动荡时期稳定民进化